其实在爆炸的第一瞬间 当时民众还以为是地震 不过后来发现不对劲 而且在昨天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大家就有闻到就瓦斯味了 已经在好几个地点来查查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没想到还是在深夜十二点多的时候 发生的这起大爆炸 而当时呢 有巷子监视器就拍到了爆炸的瞬间 当时一爆炸的时候 整排的机车还有地面呢 就像被轰炸般炸出了一个大洞 当时有民众当然开车在路上一走 这十日路口突然爆炸 接着窜出熊熊火光 能逃的当然赶紧逃 高雄发生大气暴 前阵区的巷子里拍到爆炸瞬间的恐怖画面 一整排的机车几乎全被炸毁 就连地面也掀了起来 民众吓得根本反应不过来 还有小轿车开在前阵区的马路上 前方的十字路口突然大爆炸 你好 怎么样 重大哦 没有前面 突然一声巨响 驾驶吓得开车逃命 但马路上已经窜起熊熊火光 小轿车连换好几条马路 但火车不断从地面冒出 爆炸瞬间游入电影灾难片 民众四处逃命 高雄市区也开始停电 到处都是火光 画面真的让人相当害怕 记者陈卫军高雄报道